人鱼之声配音工作室出品 微博一万颗甜甜圈投稿改编 全一期现代言情广播剧 老师,我要是歪了 欢迎您的收听 喂 东西都搬过来了 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我出来起个快递 这快递不给送上门 都挺好的 就是那个单元闷闷锁不太好用 我要是总是打不开 没事,你放心 我刚出门之前用砖块把门抵住了 锁不上 我穿块呢 我穿块呢 不会这么倒霉吧 我靠 我钥匙都挖了 怎么还没人出来 好热呀 大哥 我想问一下 这门是这么容易打开的吗 打不开 钥匙给我 那 那那那我怎么打不开啊 拔出来一点点 再拧一下试试 试探着开 我错了 笨蛋确实打不开 需要点智商 你怎么说话呢 明明是门的问题 这门很明显 有点老化了 我学隔壁拿砖头支着门 也不知道被谁拿走 太缺德 哦 那个 我拿的 你拿它干嘛啊 人流量大 不安全 就拿走了 你 算了 看在解决我放我进门的份上 不可她计较 老板 拍一把钥匙 好嘞 姑娘 你这钥匙怎么歪成这样了 门锁不好用 您钥匙拧歪了 麻烦您给拍一把新的吧 行 没问题 马上就好啊 这次有了新钥匙 总能打开门了吧 好了 钥匙拿好啊 钱给您转过去了 谢谢老板 来 是你啊 你这是刚从超市回来 买了点吃的 你这是 去配钥匙了 新配了吧 单元门的钥匙 上次谢谢你帮我开门 作为报答 这次我来看 行 行 那就 提前谢谢你了 嗯 放心吧 这次肯定没问题了 上次丢人丢大法了 这次就让你看看 你口中的笨蛋是怎么翻身的 你等着啊 我来开门 我来开门 这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还是拧不动啊 你的新钥匙好像也歪了啊 我 是不是门锁坏了呀 我这新钥匙不可能打不开啊 我试试 看来是人的问题 你怎么骂人呢你啊 你就开个门锁嘛 许童啊许童 你也太丢人了吧 进来呀 外面不是爱猫 来了来了 加个好友吧 我相信你是练不会开门了 我以后给你开门 然后呢然后呢 你们就加微信了啊 对啊 人家都那么说了 我也不好拒绝人家的好意啊 这不就是那种 言情小说的条段吗 因缘邂逅 进水楼台啊 邱小和 你看小说看多了吧你 他人长得怎么样啊 高吗 帅不帅啊 嗯 好像还不错 高高瘦瘦的 戴个眼镜 侧脸还挺好看的 前辈冲冲冲啊 你的爱情完了呀 他做什么的呀 哎呀就是邻居而已 我也没问那么细 哦 好像是隔壁一中的数学老师兼教导主任吧 还说了解的不细致 这不把人摸得门儿轻吗 他朋友圈里都是学校那些东西 我扫一眼就看到了呀 哎 等一下 中学老师 还是教导主任 这 这年纪应该很大了吧 应该没有吧 他看起来最多也就 三十岁的样子 唉 算了算了 许童啊 你还是别想了 别是个有父之父啊 从头到尾 明明都是你在歪歪好不好 嗯 你是老师 你们平时下班都这么晚的吗 还好 你不也是吗 女孩子这么晚下班 一个人回来不太安全吧 哎 现在还好 这边离我们公司挺近的 骑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马路上车多人多还挺安全的 之前住的地方离公司有点远 晚上回家是有点害怕 嗯 好香啊 哎 是煎饼的味道 你要不要吃 我请你啊 行啊 谢谢 哎 不客气 老板 要两份煎饼 其中一份不要香菜 两份都不要香菜 好嘞 稍等一会儿啊 马上就好 你也不吃香菜啊 嗯 有味道 不爱吃 我也是 哎 像我闺蜜她们 每次都要放好多香菜 想想那个味道就头皮发麻 哎 梁萱 你多大了啊 嗯 我就随便问一下 比你大五岁 比我大五岁 三十岁吗 哎 你怎么知道我多大啊 你忘了吗 你朋友圈里自己发的 啊 刚刚碰到的小学生 居然叫我阿姨 阿姨 我才是个二十五岁的宝宝好不好 哪里像阿姨啊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两份不加香菜的煎饼好了 来了来了 咱 煎饼好了 我们走吧 嗯 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有事情要回父母那里 不能和你一起回去了 你找保安帮你开一下门吧 好的 没事没事 刚好我今晚要和同事聚餐 不知道几点才能回去了 你去忙就好了 好 注意安全 邱小和 晚上我和你们一起吃饭 啊 什么情况 你不是说你不想吃日料吗 怎么改主意了 我现在又想吃了 女人 就是这么善变 啊 果然 日料这玩意儿不适合 能填饱肚子的还得是煎饼啊 大姐 要一个煎饼 不要香菜 好嘞 今天怎么就你自己啊 没和老公一起回家呀 哦 他呀 那个他去接孩子放学去了 哟 没看出来呀 你们俩看着这么年轻 都有孩子了呀 我俩都三十多了 结婚都八年了 真的呀 那可不 哎哟 那你们可保养得真好 感情也好 谢谢大家 反正他也不在 稍微胡说八道一下 也没什么吧 行啦 你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真不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呀 哎呀不啊 难得下班走 我回去休息了 行 那明天见 嗯明天见 你开车慢点啊 好 好 徐童 杨徐 你回来了 家里的事情忙完了 嗯 是啊 已经忙完了 今天下班这么早 嗯 今天公司不忙 没加班 刚刚那个是 哦 我闺蜜开车送我回来的 嗯 那今天还吃煎饼 好啊 那我请你 来 大姐要两个煎饼杯 两个都不放香菜 哎 我都记住了 哈哈 您进行真好 哎 你老公今天没见孩子吗 啊 完了完了 这大姐怎么提起这叉了 我随口占他便宜开的玩笑 就要被现场抓包了吗 孩子房外婆家了 你 不是吗 害子弹吗 哎 哎 哎 徐桃 我好了 走吗 你 你先走吧 我再加会儿班 不是吧 你还要加班呀 你这都连着加班一个星期了吧 现在也都九点多了 哎呀 差不多得了啊 哎 你不懂 我这多加一段时间班 加班的时间累积起来还能调休 可多机制啊 你 真是为了调休啊 不然我干嘛要加班啊 哎 行吧 真搞不懂你 那我先走了啊 你早点回去 路上注意安全啊 嗯 放心吧 哎 哎 哎 你老公今天没见孩子吗 孩子房外婆家了 不是吗 孩子的妈 哎 哎 嗯 徐桃你在瞎想些什么呀 还不回家吗 公司最近太忙了 要加班很晚才回去 不用等我了 你回家早点休息吧 嗯 为什么总感觉这么心虚呢 总感觉那天良勋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哎 算了 不管到底是因为心虚还是重中下滑 躲就完事了 嗯 啊 果然还是打不开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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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梁梁梁梁玄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吓死我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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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在躲我吗 我 我 说不出来 我来问 你来打 啊 你讨厌我吗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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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厌 那你有觉得我在你心里 比其他人特别吗 嗯 如果我去相亲 你会吃醋吗 怎么可能 好吧 啊 啊 好像会 那你可以试试 和我在一起 和我在一起不愧 以后小孩不用报数学辅导班 啊 要试什么 啊 真被邱小和说中了呀 我的爱情就这么来了吗 什么 啊 没什么 我说 那还挺划算的 成交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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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哪儿漫长 圆满人笑的 肆意 是谁默默 一路同行 守候在终点的默契 sehen 满不清醒夏宇 却是 激动欢喜 它温柔轻盈的语气 是打开心门的钥匙 而无意的靠近 成为彼此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那风景化作一行诗 来自光源外的星星 映在我的眼睛是盛夏的奇迹 噢 曾经一切远是伏笔 你寂寻的幻影 诉说着我们的故事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